哈喽大伙是绿逼,有同学推荐我看一部剧《风奇龙溪》,说拍的不错,我看了一下,花了一天时间刷完了,不错,这不就是三国版的潜逢吗?迭站剧啊,这个故事背景啊,是三国,发生在接庭之战之后,上学那会儿咱们都学过,诸葛亮因为接庭失守会累斩满术吗?为什么接庭会失守? 在这部剧里,有很大部分一个原因,归结到因为蜀国情报机关斯文朝派去魏国的高级间谍,代号为白帝的人,他送出这个情报有误,让蜀国的兵力不防在了错误的地方,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蜀军退回到了蜀地,诸葛亮就命创办斯文朝的杨仪去查清此事,杨仪在查之前就推出了两种情况,一是魏国的间谍已经渗透入了斯文朝内部, 二是白帝被魏国策反,背叛了蜀国,杨仪找到了斯文朝一把手,冯英,冯英说白帝的情报呢,是用密语书写,中间被换的概率很低,他已经派了一名游宵去魏国领地天水,找白帝问清楚情况,白帝的表面身份是天水郡的主部,也就是后勤部的主任,陈公,他此时正排着他的好后面啊,天水郡的郡守,郭刚在那喝大酒呢,郭刚告诉他,咱们这次能赢诸葛亮, 主要是因为靠咱们在蜀国间谍竹龙,在而啊,知道咱们这里啊,潜伏了一个蜀国间谍,叫白帝,接听之战,白帝把情报是送出去了,但是呢,叫竹龙给换了,今天给你演一个好戏,生寻白帝, 成功心里说,我把你当大冤种,你真把我当兄弟是吧,但是成功也知道了,既然敌人已经知道有我这么一套人,那冯英派来的游宵跑人家地盘上,那相当于是裸奔的,早就被人盯上了吧,但是这会儿他已经派出了自己的手下林良去和游宵接头了,事不宜迟啊,成功已给郭刚找大宝剑之友,在酒楼外面啊,挂了两个双色花篮,林良看到了这个事情以后果断撤离,走之前还用手势提醒了游宵, 但是他走了,游宵没就成 那边敌我双方暗战不断,朝堂上的战斗也是掀起了波兰,因为接听失利,诸葛亮上书自贬三级,本来呢,蜀国流散呢,他是不许,正敌李延借此攻击, 说要依法扮身,第一个游宵死了,冯莹压力更大了,很有可能啊,就是这个白帝叛变了,所以他派出了斯文朝静安斯副司卫,寻许,寻许其实和白帝成功有另一层关心,他俩是自由,当年还是寻许把成功招入了这斯文朝,而且成功还是寻许的妹夫,冯莹的意思,再次呢,去查评情况,直接呢,就把成功给铲除了,然后了解一下成功出卖了多少祖国的情报,但其实冯莹这么做,也是为了给白帝 留一个活口,因为他知道这俩人是莫逆之交,路上呢,给寻许提供帮手的,是他在寺内的好友,斯文朝军谋司司卫,负责情报分析的高唐炳,据高唐炳的分析,白帝的情报可能经过好几首, 寻许就派高唐炳留给他的十余位帮手,穿上卫国军服,伪招了文蜀,混入城内,打晕了成功,塞进马车以后带出城外,用活蛮人想吓唬他,要他说出自己这个到底出卖了多少蜀国情报啊,但是他不为所动,关键时刻还是寻许露了面,蜀国内部因为杨仪, 禁言丢了官身,被贬为庶民的李淼啊,对杨仪可以说是怀恨在心,他告诉李延斯文朝啊,有这个朝位的卧底之事,李延呢,就借此弹劾诸葛亮,刘善就命李延呢,去主管斯文朝,彻查这件事,寻许和成功俩人见面一聊,成功跟他说了竹龙的事,也说了当初自己送出的密报,跟送到诸葛亮面前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啊,没有证据,现在只能找到竹龙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其实寻许是完全相信他的, 但是天水军有人不相信的,而且一直怀疑成功就是白帝,这个人就是迷虫,他们追查到白帝送出情报那天,都督郭怀大营里边走水失火了,跑出去的马是民马,而那天只有成功,以送给都督郭怀送药为名啊,骑了个这个民马啊,在大营里,迷虫现在带人去成功家里边,马圈查了一圈,查这个马掌 发现都换新去了,但是这更让迷虫怀疑啊,成功和寻许啊,就想怎么找到这个竹龙的蛛丝马迹呢,他们想到,竹龙送情报,最稳妥的方法,那也是走军情一马的 这个是有登记的,他可以去查,但是查了之后发现并没有任何线索,而且好 homie郭刚还告诉他,竹龙送来的新情报 把这个寻许啊,来要做什么事都告诉了,成功急忙找这个寻许商量,俩人一分析,这情报肯定是送了的 如果啊,朝位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竹龙啊,用了蜀国的这个渠道来运输情报 因为这个人已经掩藏在斯文潮内部,他完全有能力这么做,成功有一个自己的单独下线负责情报运输 这个人叫古正,明面的身份是车马行的掌柜,但是这个人啊,也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平时都是把情报存放在指定地点来交换 寻许呢,听了以后就代替成功啊,约这个古正见面,想了解一下情况 而古正也确实暴露了,他的一举一动啊,都在前世之内 也因为竹龙的情报,迷从也知道蜀国的行动嘛 所以就带人搜山,准备找到那十余名蜀国的间谍 在十余名间谍为了掩护成功的身边人林良,主动现身跟魏军厮杀 仅有一人伤重未来的即自杀被火灼 另一边,寻许呢,和这个古正见了面 古正说出了一个秘密,就是他除了和白帝联以外 他还收到了斯文潮的密令,让他跟一个叫代号次帝的人交流情报 寻许猜出来了,这个所谓的次帝就是竹龙假冒的 寻许想要抓这个古正回楚国交代事情,还成功一个清白 但是古正认为,他抓自己是因为觉得自己叛变了 所以他宁死不屈,主动啊,撞到刀岸上死了 此时啊,楼外已经被魏军围了个水泄不同 成功借着这个有酒局,跟迷冲一起到了酒楼 寻许呢,就伪装成酒楼的小四,才蒙混过关 现在唯一能证明成功清白的人也死了 线索又断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好后面郭刚知道竹龙的存在个身份 成功竟然把他绑架回蜀国 寻许觉得他在做梦啊 但是现在还真有这么一个机会 之前郭刚让成功复原一个春秋时期鲁般的飞行器 竹雀 现在呢,成功可以借着修复好的机会 带他一起去试将 然后中途把他给弄走 跟郭刚一说,郭刚很有兴趣啊 但是郭刚这次不打算自己亲自实验 而且他让成功复原这个飞行器 也不是单纯为了玩 竹龙啊,又给了新情报 蜀国研发出来了最新的连弩 可以直接连发20支弩箭 杀伤力极大 竹龙呢也给出了这个造弩的工厂确切位置 但是呢,身处于蜀国的腹地 周围三面环山 只有一个路口能够进入 正常来说 你想盗取这个图纸是根本不可能 但是有了这个飞行器呢 就可以了 而且这次郭刚打算让成功亲自覆辙这事走一趟 回来好立功帮他升官 迷冲也跟着 俩人就混入了蜀国盗取图纸 郭刚还说了 到时候竹龙会亲自接应 而且郭刚怕迷冲和成功同时消失会引起 蜀国间谍的主意 所以呢,假装呢就给他俩制造了个意外 说他俩坐马车摔悬崖死了 这个临时的想法反倒帮助了成功 因为冯莹就是让徐许来刺杀成功 这样呢,徐许回去也好复命了 本来事情进展还算顺利 晚上夜宴上又起了波澜 之前蜀国没来得及自杀间谍 被吊了一口气 招供说自己见过白帝 迷冲就让他来指认成功 幸好间谍没有真的指认 反而想借死机会直接刺杀迷冲 虽然没有成功吧 郭刚交代 他们这次呢 去蜀国 由蜀国的五仙道帮忙撤影 成功本来计划是走水路 然后趁机杀了迷冲 顶替他的身份 以迷冲的名义 进入蜀国 然后接触到五仙道 再找到竹龙 因为迷冲不会水 没想到迷冲也很鸡贼 临时换了路线 选取回蜀国的途中 从三贼的手里边 就下一个月室 天使大宝贝 天使大宝贝说 现在也没啥亲人呢 就蜀国那有他师父在 这俩人就顺路一起回了蜀国 后来我们也可以知道 天使大宝贝也是魏国的一名间谍呀 选取回到斯文朝以后 发现已经憋了天了 他先面见了冯英 说啊 白帝已经被他诛杀 没有说后面的事 也没说竹龙的事 因为他怀疑冯英的身边 他小舅的孙令 可能是这个竹龙 白帝的秘密刁板 平时就是孙令在保管 另一边 李延听了亲信的话 派李廖进斯文朝 扔二把手 目的只有一个 坐实白帝叛变 斯文朝内部已经被魏蝶渗透 这样呢 他就能借此继续来攻击诸葛亮 这会儿啊 李廖见寻取的时候啊 寻取说出了斯文朝里边 有竹龙的事 正是李廖想听到的 所以在案情分析会的时候 他直接在大堂上说出这事 把寻取给卖了 让冯英对寻取也有了看法 看来这小子是在怀疑我呀 接听案件 看似是一个谍报案 其实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职场剧 双方已经不在乎白帝 到底是不是远吗 杨仪的目的是 坐实白帝叛变 是他自己的问题 不是斯文朝自己有事 李廖和他背后的李延 是要坐实斯文朝内部 已经被敌人渗透 说明杨仪和诸葛亮办事不力 陈宫和弥聪 已经来到了 蜀国的边境 杨平关 虽然弥聪啊 一路上已经够提防陈宫了 但是没想到 他还是找了道 李廖和弥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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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宫下线了 成功用他的身份 混入了五仙道 也见到自己老婆 他老婆也是间谍 混成了这个五仙道的圣姑了 另一边李廖呢 自打尽了斯文朝 他才发现这事情并不简单 这斯文朝三个斯的头头 都是冯莹的人 他根本无从下手 最后还是因为 找到斯文斯的头头 殷疾 贪污的把柄 以此为妖邪 把他收入了麾下 然后排演了一出大戏 来陷害封英 借此扳倒扬移 这场大戏是什么 你们自己看吧 或者喜欢听我讲 我再做一期也行 其实这部剧 是真挺好看 需要细品 但是细品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看似是一部谍战剧 其讲的什么自斗 其实讲都是人情世故 越看到后面 又会发现 一件事情 因为各自所处的利益不一样 黑的也能变成白的 白的当然也能变成黑的 潜伏电视剧里边 战长有一句话 在我们眼里 他们是小人物 在国防部的眼里 我们就是小人物 都会有这么一天的 虽然在上位者的眼里 他都是小人物 但是就是因为 有这么多 在幕后工作的小人物 默默的奉献 才能促成最后的胜利 所谓大势所趋 实施赵英雄 每一个大人物 在成为大人物之前 他也是小人物 对吧 就是因为他们内心 从来没有放弃过 自己内心的理想和抱负 才能一步步 走到最后的位置 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 成本不一 公庚于南洋 狗拳性命于乱尸 不求文大于诸侯 行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节目 喜欢的 不要忘记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